现在很多师兄呢 就是在床头边供佛台 这个时候是供那个开放式 加帘子的那种 还是做那个半柜式的 好呢 就直接是半柜 因为它半柜比较高嘛 就堵在床边 哪种比较好呢 师父 那当然第一要高一点的呀 至少站起来眼睛啊 看观星不上要比你头要高一点点呀 这个是高度是一样 就是说它那个半柜嘛 就差不多有两米左右了 它堵在床头的话 半柜式的就是说 它是桌子上面再加上一个 一个半个柜子 就是有个帘子 有帘子拉起来 拉个帘子也好啊 不拉帘子 每一个有门的厨 办完斧把它关起来就好了 反正这两种都可以是吧 反正加帘子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门的话 香还没烧完之前 你要漏点缝 让烟出来 明白吗 明白 当然是我 谢谢观看